Hello Hello, 大家好 是我, Jennie Tham 大家可以叫我 Jennie 我是新特根一名空培師 那有沒有誰還沒買月餅 不知道在哪裡找家製的月餅 可以找我 我有上海月餅 有這個冰皮月餅 不過快滿單了 所以如果大家都想試試 可以訊息我 那今天我的直播就要分享些什麼呢 就是這個講牛油 今晚我們講牛油好嗎 因為牛油都是這個做空培來講 都是一個挺主要的原材料來的 都是挺重要的一個材料來的 尤其是你做一些比較重的蛋糕 都會用到奶油 像banana bread 也會用到奶油 麵包也會用到奶油 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講解一下這個 unsalted butter 和salted butter 有什麼分別 那為什麼呢 那可不可以 我沒有unsalted 我沒有salted 用unsalted 可以嗎 那可不可以互換的呢 今天我就會講解這件事 今天我就會講解這件事 Hello 誰下來了 和我say hi 好嗎 和我和你打招呼 今天我要講解這個牛油 有鹽牛油和沒有鹽牛油 有什麼分別的 因為通常我們看一些食譜 然後呢 它都會寫明的 unsalted butter 或者是salted butter 如果你問我的話 如果你說成功率高一點 我永遠都是那句的 就是跟著餐廳走 因為在空培裡面 它是有很多 science在後面 很多科學在後面 所以如果你說 你不是很時常空培的 那你想換一換些材料 那我也是不建議的 因為有時候你就是換走了 一個材料 就會影響到你整個 整個做出來的作品 hi 是不是永松哥哥 是啊 thank you 你的likelike 是啊 今天你有加入我的like嗎 那好啦 那其實呢 聽過名字都知道的 牛油 有鹽牛油和沒有鹽牛油 那分別是什麼呢 哈哈哈 是不是很簡單 哈哈哈 其實這個直播不用做的了 大家都知道嘛 哈哈哈 是不是 有鹽牛油當然是有鹽 對不對 沒有鹽牛油當然是沒有鹽 那我做直播 你說這件事來做什麼呢 哈哈哈 那當然不是那麼簡單 那會給大家多一點資料 這個也是一個知識來的 是不是 那當然啦 有鹽牛油當然是有鹽 沒有鹽牛油當然是沒有鹽 名字都知道 那有什麼分別呢 兩者有什麼分別呢 除了一個有鹽一個沒有鹽之外 那其實鹽 為什麼會有有鹽牛油呢 因為牛油本身就是蠔油 它不鹹的 它沒有鹽的 為什麼要加鹽去變成有鹽牛油呢 會不會是因為有些人兇沛的時候 比較冷一點 那連鹽都不可以加了 那它幫你加鹽去牛油那裡 讓你可以方便一點 是不是 會不會是這樣 其實就不是的 那其實鹽呢 為什麼他們要放進牛油裡面呢 是因為鹽其實是有一個防腐的作用 好像防腐劑一樣的 是會令到那個牛油可以儲存得久一點 那相比起沒有鹽的牛油就會快壞一點 有鹽的牛油其實就沒有那麼快壞的 它就是有什麼分別的 OK 那當然 有時候我們都會看到一些罐裝的牛油 是可以放室溫的 那就是它賣的時候 它不是放在雪櫃那裡的 嗨爸爸 嗨 謝謝 那它賣的時候 就不是放在雪櫃的 當然是放在外面 即是那些室溫和其他罐頭一起放 那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都是有鹽的牛油來的 是的 那很少我自己本身沒看過是沒有鹽的牛油 是可以放在室溫裡賣的 大多數都是有鹽的牛油來的 那所以 是的 大家可以下一次看到的時候 都可以去留意一下 是的 雪櫃裡面 雪櫃裡面 有可能你會看到兩種牛油都有的 有鹽牛油和沒有鹽牛油 是的 但是如果外面室溫 大多數都是有鹽的牛油 因為它是需要那個鹽來做這個 有防腐劑的效果 是不是 所以大家都可以試一下留意 這個也是知識來的 那 OK 那它們除了一個有鹽 一個鹽 一個不鹽之外 其實它們都有一點分別 有一點分別 如果你說它那個 Nutrients 就是營養成分來說 其實大致上是一樣的 我這樣提一下 除了有鹽的牛油 有鹽的牛油 它是一茶匙 但是一茶匙 不是 一茶匙 一茶匙 是多出90mg的鹽分 只是這麼簡單 它的營養價值就是這個分別 有鹽牛油會多出90mg的米利克 鹽 其餘的鹽 其餘的鹽 都是一樣的 卡羅里 如果說一匙羹來說 卡羅里有100 100卡羅里 脂肪有12g 這個saturated fat 也就是這個把和脂肪有7g 其餘的食材都沒有 它沒有蛋白 它也沒有澱粉質 也沒有糖粉 也沒有纖維 也沒有鈣 也沒有鈣 或者 potassium 我不是很清楚 這個廣東話叫什麼 基本上它也是很簡單的 它只是這個脂肪 裡面也含有飽和脂肪 就是這麼簡單 有鹽的當然會多出一些鹽粉 它是加了鹽粉 加了鹽隔 後會影響牛油本身的味道 因為它是鹹的 所以它真的會有影響 亦没有盐的牛油相比起是会香一点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 可能有些都没有什么分别的 因为如果看你本身的牛油成分是用多少 即哥哥本身的 recipe 是用多少牛油 要用越多的话 大家可以试一下 可能你一直以来是用salted butter 你可以试一下用unsalted butter 如果第一次烤就不要 尽量跟回去 你可能烤了几次 你对的 recipe 方式和温度 全部已经掌握了 你可以试一下 你可以试一下用unsalted butter 即是没有盐的牛油 再讲就是 这个有盐牛油通常是用在哪里比较适合呢 用在哪里比较适合呢 就是用来塗面包 即是像我们平时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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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包 或者是 那些 什么麵包 都好 有时候我们 比较喜欢塗一层牛油上去吃 用salted butter 比较适合 因为它比较香厚 香厚 或者可能 做了一些pancake 或waffle 是不是 平时看到的照片 都是除了这个 这个 如果用salted butter 或者honey 会看到一块牛油在上面 对吧 通常那些 就会用salted butter 就是有盐的牛油的 因为它 真的会香厚一点 对比起甜的东西来说 它就有一个contrast 好像很有味道的层次 因为pancake waffle 都是会偏甜的嘛 是的 那你可能有一个 maple syrup 都是甜的 或者honey 是甜的 那你用salted butter 它就好像有一个很contrast 甜甜 咸咸地的 就很开胃了 那如果unsalted butter 大多数是用在哪里呢 就是用在空培的 是的 没错 在空培界里面 大多数人都会用unsalted butter 那如果你说 那其实 这两样东西 可不可以调换来用的 譬如说 我看到食譜说 用unsalted butter 那我说 剩下salted butter 那可不可以用呢 或者是转转 都可不可以用呢 其实 如果是空培的话 我不建议 调换来用的 因为它真的 可以影响你的制成品 我不建议 我不建议 但是 如果那个制作用 本身是用有盐的牛油的 有盐的牛油的 有盐的牛油的 那 亦都一些baker 都会是用 没有盐牛油 之后 你加一些盐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但是 如果你说 那个制作用unsalted butter 那你 转去用salted 我就不是很建议这样做了 是的 我不是很建议这样做了 因为 背后那个sign 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本身不是 不是专业的 不是读过书的 那这些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所以我也是 不会建议大家这样做 但是如果是烹饪那方面 是绝对可以的 你是可以的 譬如说 你如果是 那个recipe called for unsalted butter 没有盐牛油 但是你又剩下 有盐的牛油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的 你可以用有盐牛油 你可以看一看 留一留意 这种东西 那你又可以 边煮边试味 就是你放了 那个salted butter 之后 你要试一下味 如果不够 不够咸的 那你可以加上少少少盐 但是就 不需要说 跟回那个recipe 的盐分 否则就怕太咸了 是的 那如果是 如果他爱用salted butter 但是你又知道 salted butter 也可以的 原理也是一样 都是加上盐 都是加上盐 去调味 是可以的 烹饪是可以的 但是 我不建议 在烹焙里面 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OK 先准备一下 也有个说法 就是说 这个没有盐牛油 相比起来 是新鲜一点的 味道 新鲜一点 可能是因为 它本身 没有加盐 那个butter 其实就是 就是牛油 最纯正的 牛油的味道 Hi Tony Hi 东哥哥 今天晚上 我今天说很简单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 对于一些 新手 新做空陪的 或者可能有些人都 在拼头 这个 这个 题材就是 有盐牛油 和没有盐牛油 的分别 通常是如何使用 这个东西 可不可以 大家 互相交替地使用 其实我都大约是说了 大约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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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standard one tablespoon of serving 大多数 是的 说了 它的营养成分 我也都说了 还有如果 如果 大家是说 需要控制 炎份 是的 可能身体有点不舒服 医生就建议 你要控制你的炎份 不要吃那么咸 那你就用un sort of butter 用un sort of butter 好像我家 在家我自己 我是放无盐牛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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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我烹饪里面 我是比较少用牛油的 就是说 除了是西餐之外 我比较少煮西餐 所以我也不会用un sort of butter 我会用un sort of butter 然后 如果需要的话 又不够咸的话 我就自己加盐下去 是的 所以如果大家都说 要控制这个盐份的话 那 是的 建议un sort of butter 因为你烹饪是没问题的 就是你放了un sort of butter 你再加那个盐下去 你加无盐牛油 然后你自己调盐 那你说可以放少些盐 或者多些盐 你自己因 你自己因 但是在空培来说 我是不建议的 空培来说 是不建议的 不建议你 没有盐用 没有盐用有盐 有盐用没有盐 我不建议 虽然如果它的 recipe 是call for有盐的牛油 好 你是的确实可以用 没有盐牛油再加盐 可以的 是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 如果新手的话 我不是这么建议 是的 因为怕 那个东西一转一转了 那你不成功 你又不知道为什么 是吧 我们第一次 通常很少空培的 我们是尽量 要它的成功率高一点 是不是 要它的成功率高一点 没有100分 你都拿了80分 都可以 你走出来 不是好像照片那么漂亮 但是有80分 都可以 你不想它走得太远 所以 尽量是跟着 reci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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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量是糖分的 我也是建议大家跟着 recipe 不要亂减 糖分的 是可以减 但是不可以亂减 明白嗎 是的 譬如说 你烤蛋糕 可不可以完全没有糖 其实是 不是不可能的 是有的 但是 它的味道不会像蛋糕 是吧 所以空培就是这样 它有科学在后面 撑着它 如果真是说 要了解 盡了解 为什么 你可不可以减多少 或者什么 整个 recipe 你再写的话 你真的要去讀 是需要去上课的 读《Science Behind Baking》 你就可以知道了 市面上 我们这里 也有很多牌子 是的 很多牌子 我本身就觉得 没有什么牌子 特别好 特别不好 这样的 是视乎看纸做什么 当然有些牛油 相比较香 有些牛油 相比起做出来的 脆口的东西 是比较脆的 真的要自己试一下 你自己的 recipe 是做什么 不知道 你先去选 一般上 在空培店找到的牛油 都是适合用的 都是适合用的 是看个人的口味 有些人可能 比较喜欢吃那个奶酥味 是的 有些牛油 真的比较酥 有些也觉得OK 所以 真的要看个人的口味 看你找到 你觉得这个牛油不够香 OK 你去找另一个牛油 你去 可能去买一些 你认为可以酥一点的 贵一点的 牛油 你试 都OK的 是的 这些都是try and error 因为我觉得 做空培这些东西 是真的好说 personal preference的 有些人喜欢吃这个味 但是有些人又不喜欢吃这个味 是的 所以真的 不能够说 这个 butter 是best butter of the world 这样 没有的 没有的 是真的看个人的口味 那当然如果 个个人都说好吃 就是十个里面 八个说好吃 那OK咯 今天的直播很短 我就是要跟大家解释这件事 下次就知道了 是不是 你在市面上 都要留意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 其实是有这个分别的 还是是butter 是 大家要留意的 大多数它会有一个格子 它的butter 那么大 它会有一个格子 在下面写 是有焰黄 没有焰的 是的 是的 还是会不会有些人 今次买了回来之后 这个butter很香 下次再买同一牌子 为什么这么咸 哈哈 有没有这样的 有没有这样的遭遇 我希望没有 因为大多数它们的选择 都是一样的 即它不会说 unsold hi hi jackson 你来了 是的 欢迎你来 我已经说完了 其实 是的 我说有焰没有焰牛油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 没有留意到有这个分别 因为 它那个牛油的packing 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只不过牛油下面 那里有个字 它会写有焰或没有焰的 是的 那大家可能真的 睁大眼睛去看看 是有分别的 那如果你只看你自己 有什么需要 刚才我都有说 如果是身体上需要控制焰份 那你用unsold butter 没有焰牛油比较好 空培大多数没有焰牛油 如果你说煮食的话 大多数有焰牛油 hi mister 哎呀你迟了 我说完了 今天 我好快啊 哈哈 好快啊 今天我的topic 因为想跟大家简单地说 有焰和没有焰牛油 是吗 Mr.Toy知道吗 有这个分别吗 Mr.Toy又自己弄一下蛋糕来吃 没有 是的 有少少的分别 有少少的分别 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 是不是 她那些字 哎呀原来有分 unsoldat和soldat 哈哈 以前我们在酒店吃步飞 是否又给你一盒子 一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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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性撕开 吃了就 see my mood 哈哈哈 心情好 才做空培啊 还是心情不好 才做空培啊 哈哈哈 我想知道 空培是你的stress reliever 还是什么 哈哈哈 还是心情好才做啊 哎呀 还有我说什么啊 那个小小的那些 又有呢 其实也有写的 是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呢 啊 有时候你拿到是soldat butter 有时候你拿到是unsoldat butter 是吧 大多数my mood come will do 哈哈哈 我心情好 我心情好就空培是吧 OK OK good的这个是 心情不好都可以的 其实不过 心情不好做出来的事呢 是真的差一点的 但是可能你享受的过程 可以令到你release stress 都可以嘛 对不对 就是自己吃吧 自己做的东西 自己应该都觉得好吃的 哈哈哈 我就是这样说 哈哈哈 那么那个 通常茶面包那些 其实它都会给你soldat的 你也可以留意一下 大多数 它们都会给你soldat butter 来茶面包的 I wanna ask normally baked butter cookies referssoldat or unssoldat butter OK butter cookies butter cookies 其实是 你去看本身 你那个recipe I only bake for your friends I know 哈? 那行吗? 那你的朋友告诉你 哈哈哈 你的东西好不好吃 其实 在baking里面 你看回你那个recipe 它叫做 unsoldat butter 还是soldat butter 一般上呢 如果是butter cookies 它应该是soldat butter 或者它是unsoldat butter 但它有salt 它这个recipe 一定是写得很清楚的 没有说哪一样 比较好一点的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是prefer 找一个recipe 是用unsoldat butter 再加盐 因为unsoldat butter 相比起来说 其实它的butter taste 是比较 怎样说呢 比较fresh 比较fresh 些少的 可能有 比较敏感的朋友 应该会吃得出的 就是 那个unsoldat butter 那个味道 你问我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用unsoldat butter 因为我家里 全部都是unsoldat butter 我不会store ssoldat butter 我会用unsoldat butter 然后我会加盐 因为盐 你可以自己调 你可以自己调 一般上你需要加盐 但你可能说 我不想加那么多 那盐分是可以调的 OK的 那我就会比较喜欢 用unsoldat butter 加盐 我就很少用unsoldat butter 来烤的 但如果这个recipe 本身是用unsoldat butter 都OK的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问题 两样都OK的 是看个人的喜好 个人的喜好 因为 有盐的牛油 其实它本身那个butter taste 是会相比起 没有盐的牛油 它的butter taste 是会少一点点的 它差一点点的 因为它加了盐 为什么要加盐呢 刚才我 我早的时候 我已经解释过 那为什么要加盐呢 butter就是butter 为什么要加盐 那些人这么烂呢 煮食的时候 是不是 连盐也烂 那你先帮我 在butter下了 等我不用下盐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 加了盐的butter 相比起 没有加盐 是可以放得久一点 是的 就是储存的 那个 那个时期 可以来一点 所以 为什么 在市面上 也找到有 塑的butter 和硬塑的butter 是的 有时候 我们 会看到一些 灌装的butter 灌装的butter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用放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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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们 大多数都是塑的butter 可以延长保存的 那个 这个 这个 叫什么 就是 它好像防腐剂 那样 它的用处 其实好像防腐剂一样 它就 加了下去 那个butter 等它可以处存久一点 那不是 每个人 或者每个家 都有这么大的冰箱 对不对 可能有些人觉得 我去买大罐的 2K的 是不是 很快用完 那你不用放冰箱 那些是不用放冰箱的 Tint and block which batter 嗯 OK Mr.Tor Tint的呢 Tint的啦 大多数是有烟牛油理的 你要留意 要留意一下 那个Tint 去写那个butter 是salted 还是unsalted 我自己本身 我没见过unsalted butter 是天装 是天装 是室温的 我没见过 但是大多数是salted 你可以留意一下 那如果blok的butter 就是一块块那些呢 一块块是冰箱买的嘛 大多数是market 或者是baking store 都会放冰箱 在冰箱里面 也会看到 unsalted 也有salted butter 是的 那你就自己看标签 它是一模一样的 packing 它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 是啊 一模一样的 只是格仔下面 右手边 下边 各个格仔 或者上边各个格仔 不同的 所以 买butter 我看清楚 自己是要买 没有盐 或是买有盐 OK So Tint 大多数是salted butter 我自己本身没见过salted butter 如果你有见到 你也可以拍照给我 让我知道一下 也好 因为原理上来说 salted 应该是 不可能放在室温 我不是太肯定 我认为可以放在室温 应该是salted butter 是可以放在室温 可以放下来的 How to know the butter in room temperature um 你是不是想问 那个butter 如果是recipe 说要是room temperature 你是否 怎样知道 那个butter 冰箱拿出来 是已经到了室温 是这样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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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想说 我们通常butter 我们通常会放冲柜 一定是否才买回来 一block一block 250bram那些 那我们拿出来 我们就摊去 对不对 所以摊到什么程度才对呢 就是你用手指去按一按 就是好像 譬如说这个是八德 你这样按下去 如果它是按得下的 就是你按了之后 它有一个针 有你的手指 那个印 扣了下去 那就是room temperature了 room temperature了 OK吗 那个是standard来的 standard来的 一般上都是按test的 那如果我的建议就是说 若然你在冰箱拿出来 若然你在冰箱拿出来 然后你等不及 是不是 通常做蛋糕很急的 你很想很快 你等不及 那你可以切它小小 你可以切它小小小 就是可能你那个 看你自己做什么 蛋糕 或者是有些比较dense的 好像banana bread是需要很多拌的 那可能就是一大块的 那你秤的时候 可能你就会 啊 切的 那么大块 秤了 可以啊 嗯 150 200个gram 我就放在那里 等它室温 那你等 那这样等 就会很久的 是不是 因为你中间那里冰了嘛 那你通常可以怎么做呢 你拿把刀仔 你切开它 你切去一片片 切去一片片 那不用很久呢 它就变了 room temperature 了 是啊 很快的 很快的 有些就suggest 嗯 有些就suggest 拿那个刀来批 我自己不是 不是太喜欢 用这个方法 我觉得很骗 就是 刀 刀完了之后 一会 哎 洗很多东西啊 所以我自己都是 比较喜欢 真的拿把刀仔 切切切切 切它 切它 小块小块 就是 你看你可以 切得多小块 但是就算你 切一片片 都ok的 它都会很快 因为你多眠了嘛 你接触空气 多眠了 那么它就快点了 那个standard就是 按下去 按下去 如果你还没按得下呢 没有你的 凹下去的手指引 那就不行了 那你就再等多一个 五分钟 就千万不要说 放得太久 因为太久呢 它其实 就是我们天使很热嘛 就是 它所谓那个室温呢 其实不是真的很室温的 就是明不明白我说的 就是如果好像 比如说那个牛油拿出来 我放它一个两个小时 它有时候 是不是会变成 好像 融的了 差不多叫做融的状态 融的状态 融的状态 就不是room temperature 我记住这件事 那你融了 就好像 有点水水的 那这样就 不算是room temperature 但是多数我们 按到一个dance 就是可以手指按得下的 它就是room temperature like to watery 其实 牛油那个 叫什么 牛油那个 texture 是会直接影响 你的bake goods 所以 牛油 它说要用cold butter 你就要用cold butter room temperature 你就要用room temperature 如果它要你 整容了它 Melt the butter 你就要用 Melt the butter OK 它是很大分别的 很大分别的 所以 你 那个牛油 那个温度 真的要看好你 它是要用什么牛油 是的 通常做puff pastry 那些 pastry pastry那些 就要用cold butter 它要切下去 cold butter 不可以让它融 融了又不行了 是不是 做饼 有时候也是 Melt the butter 或者room temperature 其实都有分别的 那个口感 脆度 都有分别的 是的 所以大家 跟回recipe 我永远都是这样说的 跟回recipe 是的 recipe 说用什么 你就用什么 这样你的成功率 才会高的 哈哈哈 不要先交换了它 人家说room temperature 不要紧了 我弄融它 一样的了 都是用的 到最后我烤下去 Oven 都是用的了 不是的 它不一样的 所以真的要小心 大家要留意 这个butter的 就是这个recipe 叫做什么 温度的butter 是的 那最重要是自己懂得看 Mr.Hong 是不是 最重要是自己懂得看 因为room temperature 我觉得都挺 挺难下的 尤其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天气 就是外国可能比较好些 就是可以 扔一个久一点 它仍然是那个形状 但我们这里因为偏热 所以是真的很难的 Thanks for sharing 不要客气 不要客气 真的不要客气 我懂得什么 我就分享给你们 是的 若然我不懂 我就有些时间 去research 再下一场回答你 我懂的我就回答 是不是 我自己也研究 不用多谢 我也很开心 如果你有用的话 OK 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喜欢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你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有很多 很多很好 很正的东西 哈哈 最近有月饼 平时我也有甜品 好的 所以记得订阅 你爱看美照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OK 那今晚就到此为止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